司机将一只红色的登机箱递给了福元爱 向司机说了声谢谢 福元爱就走到后撤出的人行道 等待接机的晚置 这天小爱刻意地将自己打扮得格外朴素 和木村拓摘橘色外套同一色系的针织套衫 配合着藏青色撒上白点的裙子 外加一双黑色鸡皮雪鞋 虽然简单也不忘在胸口加上bling bling的装饰 刚才一路走来又走在车上 身体也不觉得冷 但这时一股寒意袭来 他赶紧把早红色的羽绒外套穿上 抽了口气 冷冷的空气灌入了肺部 他开心极了 这真是久违的感觉啊 看了看刚才还在远处的镜头 现在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福元爱露出了微笑 与其说他早已习惯了镜头 更不如说他早就知道会有这只镜头 福元爱用手剥了剥头发 这时丸子悄悄走到了他身边 他们彼此示意了一下 就往地下停车场静置走去 在驾驶座上的丸子说了几个无聊的笑话 还是把小爱逗得咯咯的笑 小爱嗅着车内的空气 日本国产车的味道 配合着日本男生特有的气息 他的胸口随着呼吸 有韵力的缓缓起伏着 这时他才意识到 他回家了 这五年来他努力地融入台湾的生活 把生活的重心摆在家庭 却始终感受不到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认同感 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还在思绪里的福元爱缓过神来 这才发现车子已经是进自家的车库 晚上他们随便吃了 丸子从超市买的猪排咖喱饭 就开始讨论他们明天的行程 虽然这几个月已经跟丸志在电话里面确认了好几次 福元爱还是有点不放心 因为事情的成败就看这一次了 好啦不扯淡啦 其实这些照片让我最疑惑的是 难道福元爱不知道有人在拍他吗 从小就被眉光灯追逐的福元爱 对于镜头应该是极为敏感 另外可以看到 在机场外面的照片 我们可以从景深来判断 原本拍摄者离福元爱有段距离 但后来干脆找到他旁边拍摄 而此时福元爱的眼神是正对着镜头 很明显的 他知道镜头就在他前面 另外再来看看他与丸子的照片 啊对了 丸子这个名字是我随便取的 就当个代号吧 这张照片可以看到 福元爱似乎回过头来确认镜头 甚至可以推断 他与长进人是认识的 如果是一般的狗仔拍摄在一般的情况 或许福元爱可以从容以对 但他此时的人气身份 与为单身男性走在一起 如果真的发现被拍到 应该是很紧张才是 但在照片中完全感受不到小爱紧张的情绪 反而似乎很轻松 还有这张在路口的照片 大家仔细看一下福元爱的表情 脸上似乎带着一丝微笑 而这种微笑又不是平常会有的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今天在等红绿灯 会露出这种笑容吗 所以极有可能 他是准备好让相机来拍摄 这张照片也是 刚下车的福元爱 身着蓝色毛衣 耳黄色裙子 正面对手持镜头的那个人微笑 这张也是 这样面对镜头做出反应的照片 如果只有一张 或许是摄影师刚好抓到了某个瞬间 但这些照片看下来 你觉得福元爱是不小心 被杂志社的狗仔拍到了吗 好吧 我们退一万步来说 他是故意的让别人拍到他的 那么为何福元爱要让自己被拍到呢 据Spinney G. Annex的报道 福元爱曾向身边的友人透露 想让孩子考日本的幼稚园 必须好好规划教育环境 这是合情合理的 身为日本人 福元爱一定还是觉得 日本的教育环境比台湾优良 另外在节目撤子的房间中 他也提过 孩子到了上幼稚园的时候了 活动据点想回到日本 所以他这次回日本 大概是安排三件事 第一 参与东京奥运相关工作 第二 为他开设了Omosubi公司做筹备 顺道一提 该公司目前是以研发生障人士 或老人使用的专利周秋台为主 第三 就是安排小孩回日本的事情了 前面提到小爱被偷拍 极有可能是他本人早已计划好的 如果以删除法来看 他主动被偷拍的目的 只有可能与安排小孩回日本有关 但奇怪的是 目前似乎是朝对福元爱不利的方向发展 因为只要一与布伦有关 无论是台湾的法院或日本的法院 将小孩判给江洪杰的几率都比较大 那为何小爱会这样做呢 合理的解释是 福元爱想用与丸志的出游 来逼江洪杰与他离婚 他本来的计划仅仅是两人在户外碰面 然后请安排好的摄影师拍照 哪知道见面后 丸志居然带了自己的随身行李 要求在福元爱家以及酒店过夜 可以看到丸志推的行李箱不是小爱的 看来过夜是早有计划的 剧情一 当丸志开车将小爱送到门口后 丸志询问福元爱 可以到你家喝杯咖啡吗 不好吧 被拍了的话怎么办 放心 外面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安排的摄影师吗 而且我行李都带了 这跟大叔说的不一样吧 你是要我把照片直接拿去周刊爆料 还是让我进去呢 好吧 事情竟讲到如此 福元爱已经无法控制局面 剧情二 在横丙酒店的柜台 福元爱告诉酒店人员 他希望是两间单人房 就一间双人房就好了 怎么麻烦干嘛 福元爱担心的看着前台的服务人员 服务人员似有领会的回答 放心 福元爱小姐 我们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客户信息的 福元爱呼了一口气 只好乖乖的跟丸志拉着行李 往电梯走去 走在酒店的过道 福元爱有些迷惘 但还是跟丸志进了房间 在福元爱后方的丸志将房门带上 小爱往窗边走去 眼神空洞的看着前方 这时丸志靠了过来 把鼻头搭在小爱的发绚上 轻轻的绣着 皮质与洗发精混合的味道 之后的剧情请你们自行脑补一下吧 许多人相信福元爱有出轨 的确他非常可能出轨 但他这次回日本一开始的动机 或许只是想要制造出轨的假象 如果两个人只是在街上被拍到 一方面可以以此为理由向江洪杰提出离婚 或说可以加速离婚 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两个人走在街上的画面 在法律上并不足以成为出轨的证据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如果你仔细看看照片中两个人的互动 如果他们之间有男女之间的情愫 互动的方式很难隐藏得住 一个已经有两个小孩的妈妈而言 每天辛苦的照顾两小 还要应付公婆 这时的女性在性欲一般而言是相对低的 男女在生理上的构造大不相同 男生是压力越大时 越需要借由性事来释放压力 但女性则不同 需要在轻松愉悦的心情下 才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况且以江洪杰的长相以及身体素质 她应该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出轨 来满足她身体的需求 这样做明显是很愚蠢的 她最终的目的就是成功地脱离江洪杰 并且把两个小孩带回日本 只是在施行她的计划时 遇到了无法挽救的变化 她低估了一对男女在一起时 会产生的化学反应 那个不是爱 就像冷水洒在烧红的锅子上面 虽然反应剧烈 但一下子水汽也就蒸发了 女性Seven的报道中指出 浮渊爱说 六七年前在朋友的饭局中认识丸智 当时只觉得她是朋友的朋友 后来就没有再见过面 今年初回国后因为很多事情觉得精神压力很大 突然想起了这个人因此主动与她联络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在其他的国家工作或生活过 我曾经在大陆以及越南生活过一段蛮长的时间 虽然周遭有同事以及朋友 但其实有种寂寞难耐 是没有这种经验的人很难想象的 这时你想联络的人通常不是那些熟识的人 反而是关系有些疏远 甚至网络上完全不认识的人 因为相对那些原本就在你人际圈里面的人 这些不怎么熟悉的人对你没有先前的概念 你反而比较能轻松的把自己的内心话向对方诉说 嗯 希望你懂得我在说什么 目前大家都把焦点放在浮渊爱到底有没有外遇 我反而觉得那不是重点 重点反而是她为何外遇 因为99%的外遇都是生理需求造成的 难道外遇是跟别人当比友吗 哪一个外遇不是奔着生理的需求而去 浮渊爱在这个时间点做这样自毁虔诚的事 真的很不合理 无论就她为母的身份 广告代言的利益 或对于她想要成功离开江洪杰 带小孩回日本 都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她只是想用一些手段来处理她的婚姻 进而达到最终的目的 回日本定居 并让两个小孩在日本就学 只是目前事态已经变成这样 让她慌了正脚 不知道下一步要如何走了 好了说到这边了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事出必有因 任何一场婚姻 都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 我知道有人一定会说 错误完全在外遇方 但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吗 但无论怎么样 最可怜的还是他们的小孩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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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